它是做一個高長 然後側邊是整個一條線 內褲看起來很少見的話 感覺好像就是很性感 其實這套是反穿 我覺得集中效果比正穿的比基尼還要更集中 然後更爆 哈囉 大家好 黑色的話呢 我是覺得這個顏色就是很性感 它就是會比較壓胸脊 然後如果你往前 它這裡就是會會掉出來 而且一件的物件 就是性感性的 謝謝 大家好 我是台城 好久不見 然後呢 我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題呢 是睽違已久 而且我相信大家應該會非常期待的一個主題 也就是我們的生日戰袍比基尼推薦 登登 好 那我們這個主題呢 其實我去年就已經錄好了 只是我一直沒有把影片剪出來給大家 那到最近就是終於忙完之後 就決定要趕快把這支影片剪出來分享給大家 然後 然後其實這一次的比基尼呢 我挑了很多套 是獨特性很高的 不會跟大家撞山的 所以我覺得對於女生來說呢 應該會蠻實用的 然後希望大家喜歡這次的分享 我們就話不多說 一起看 這一套呢 跟大家分享 其實我這次買的這幾套衣服 幾乎是沒有跟大家撞山過的 因為它的花紋真的是超級特別 就是都是比較鮮艷 會繽紛一點的顏色 所以我個人真的覺得你們 必收 就是度假必收 它真的是 展袍 那為什麼呢 你看一下 其實它的集中效果我覺得都蠻好 所以我覺得不管是大雙或是小雙女生都可以收 因為重點是呢 你第一個獨特性夠 第二個是 這個材質穿起來超舒服 第三個是大家最在乎的就是一定要 Push Up集中嘛 所以你們應該有看到我實際穿起來的效果都還蠻好的對不對 所以這一套我也要推薦給大家 然後其實它的背後是這樣子的 就是它的設計也是很特別 就是不像別人他們是綁帶 它是有這個 怎麼講 圖騰的感覺 那這一件呢 就是我穿完之後還曬傷 所以就是有個曬痕 好 我覺得這一件蠻可愛 那小酷酷的設計的話呢 它是做一個高長 然後側邊是整個一條線 所以我覺得看起來比例上呢 會讓你就是內褲看起來很少見的話 感覺好像就是很性感 如果很大件看起來好像阿嬤 所以我覺得這一套也是推薦給大家 就是度假必收 這是第二套 然後呢 就是這一套我跟大家介紹一下 其實呢 它很薄 它的材質是 就是很舒服的那一種 可是它裡面是完全沒有襯墊的 所以呢我覺得 對於就是 比如說比較鮮細的女生的話呢 可以就是 這邊就是塞一點那種側邊的墊子 你們知道嗎 就是這裡可以增加一點upup的胸墊在裡面 那如果你平常是已經是打胸的話 你就可以跟我一樣就是直接穿 它是比較偏向歐美的那種比基尼 穿起來很舒服 所以其實你如果胸的那個量是夠的話 它其實不用骰點子就可以直接集中起來了 然後這個設計我覺得很特別 因為 平常的比基尼就是 很多人會跟你穿一樣的 但這一套我覺得它的 顏色啊 然後就是很可愛 你不覺得很像海軍風的感覺嗎 所以這一套我就是第一天來的時候就拍爆 我就拍了超多張照片的 所以這一件我自己也蠻推薦 因為就是大家也說拍起來很可愛 好 哈囉 這一件是我把你名為 泰迪熊可愛戰袍 這一套呢就是 我先跟大家講就是 其實這一套是 反穿 就是正常穿比基尼的時候它不是這樣子嗎 然後你把它就是倒過來穿的話 它會有另外的效果 我覺得集中效果比正穿的比基尼還要更集中 然後更暴露 那這個呢小tip給大家 然後這一套我自己覺得呢 它跟前面幾套不一樣 就是前面幾套的配色呢 都是比較歐美一點 然後比較成熟或是氣質 但這一件呢我覺得穿起來真的是超可愛 就是 它就有一種就是 泰迪熊的配色感 所以我覺得它搭一些像是純白的背景 都還蠻好配的 有一個小小要注意的地方就是 因為它反過來穿之後呢 它真的比較容易會走光 所以就是建議大家一定要貼熊貼 或者是要注意就是不要讓它跑出來了 然後這一件的褲子小褲褲呢 它是也是一個很歐美 就是它是照住你的 叫什麼比基尼線的地方 所以大家記得穿這一套的時候 一定要處比基尼線喔 然後細繩的部分 我覺得也蠻性感的 所以這一套我自己也是拍了很多張照片 然後其實我看到其他人穿的照片也都 拍的效果都很厲害 所以這一套也是必收款 好那我跟大家講一下這一套呢 是我把它放在壓軸 因為其實這一套有點難駕馭 因為畢竟我的泳衣呢 裡面都不會塞那種就是集中的墊子 所以其實以真實性來說的話呢 它是需要你在拍照的時候一直喬奶的 可是就是它露的地方跟其他的泳衣不一樣 因為其實它正常一般的泳衣 它們就是會露上胸嘛 但這一件因為它是露男半球 所以其實因為它的片幅很大 如果它太小的話它會露點 所以呢它這個很大件的話 就是如果你沒有一直把它拉好的話 你在拍照的時候其實它是 會整件就是縮到中間然後蓋住的 所以這是它的一個小缺點 但是呢就是它拍照起來 因為我覺得這個藍色很輕膚 所以我覺得很適合就是海邊 然後跟這裡所有的飯店 顏色配色上面都很漂亮 那我今天就把它放在最後一套 然後讓大家看一下它是一個 透過蠻半球的設計 背面的話也是有勾背 然後我覺得真的很好拍 所以等一下再跟大家分享就是 我們實際拍起來的照片 噠噠! 那我們全數介紹完畢 相信大家呢一定也非常喜歡 今天的這幾套比基尼推薦 然後呢如果你喜歡今天的這支影片 記得要幫我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那如果呢就是 你是想要買給女朋友的話呢 我也非常非常地推薦你這幾套 生日戰袍比基尼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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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級要喔 采起來 再來再來再來 采起來 采起來 釋起來 不要停!不要停! 踩踩踩!等一下一樣慢慢踩喔! 不要突然放掉喔! 一樣慢慢踩!一樣慢慢踩! 你就壓著看哪個位置比較不會痛 調整一下 好!把肚子捲起來 好!再來 撐住!撐住! 跳跳跳 5 4 3 2 1 2 1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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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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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2 3 2 2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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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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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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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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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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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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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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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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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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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像这一件的话我自己就觉得很喜欢 因为它很集中然后雄心会变得很漂亮 我晚上却稍微不影响到 所以基本上我觉得这件的经能性很好 一般的吧 因为它就是用于色款基本款 所以其实又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这件我自己就觉得很不错 就是意识很高 第三件 好那因为刚刚有讲到就是经能性的部分 如果是夜间的经能性 我就真的会挑比较好的 所以它真的就是一个鞋边架高这么厚 就是穿到像机上飞行一样 那白天的部分的话 可能就会稍微把标准降下来点 因为白天会在外面活动 那有时候可能天气比较热的时候 会真的比较不舒服点 因为它会一直摩擦到 我的腋下的这块鞋的部分 所以代表让大家看一下 这一套我就是把它选在白天穿 那颜色的话 因为我觉得黑色最安全最白搭 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 它的集中度的话呢 其实也蛮不好 只是这一件因为我可能说 不够会变大搭 不要就是当初可能阿姨帮我选的时候 自己就选的比较少一点点 我觉得它就是会比较压胸壁 然后如果你往前 它自己就是会有点掉出来 所以我觉得这一件的话 就下次可能可以再挑 大一点点的罩杯 这一件的话呢 它这边做的比刚刚那件 可能再也没有那么高一点 就是比较像这一件 稍微这里还是会比较露出来一点点 做的地方可能没有包得那么高 因为你才不会在活动的时候 很不舒服 可是基本上就是这一件它一样 就这边也是做的很宽很厚 那这个就是大宗不得 在选内衣的时候 在机能性上面 如果你是要选择 机能性比较高的内衣的时候 你的挑选的方式 就会是这样子 比如说像是罩杯的部分 你就要挑的比较高 像刚刚到现在的总共三件 它那罩杯的部分 这边都做得很高 其实你们可能会觉得说 没有这样出款 还是有露出来的 其实如果你们再去选其他 我再会拿其他件给你们看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它那个罩杯 但是就是没有包这里的 没有包到这么高的地方 因为它会比较把你自己包住 所以如果你是做扮照的时候呢 就是这一块是后穿 所以这边的肩带 就会比较短 那待会我们就来看下一件 耶 那我们来到第四件了啦 第四件的话呢 我今天就要帮大家介绍的是 比较偏向美观性 机能性就没有那么好的 那其实一比较给大家看 你们就会一清二楚的知道 为什么舒适度好的 机能性就不会好 美观性很好的 它的机能可能也就不会那么好 好呦 那我就是展示一下给大家看一下 这一件的话 它完整的呈现是这样子 因为我觉得它这个蓝色的作品 还蛮漂亮的 所以其实像是有的时候 我在拍照的时候 有衣服有点露出来的时候 大家也都会问说 你今天一看下蛮好看 在哪边买的 这样 像它这边 你可以看到它肩带也很细 所以我觉得 这个是以美观性为主的 大全部内衣 我就会选这一件 我穿起来的话呢 就是偶尔少露一点点 蛮好看的 蛮好看的 蛮好看的就是一点点露出来 是 也是有它的魅力所在 就是蛮清潭的这样 耶 那也到了这一块 这特件的话呢 让给大家出个 领袋的款式 好不好 先现在 我跟大家说一下 这一件它的特色呢 在于它正面真的很厉害 很性感 我这次选的颜色呢 也没有 比较不一样 因为我一般都喜欢黑色嘛 然后深色蓝色 这样子 现在呢 我是选了绿色 好给大家看 绿色的话呢 我是觉得 呃 这颜色就是很性感啊 然后它又做了一个这样子的绳子 我觉得 如果今天这个只要穿自己开心 然后看得开心的话 这块是 鸡推 好 那所以刚刚我们讲了那么多 比如说像是机能性啊 舒适性啊 美观性的话 像这一件的话 它就是美观度非常地高 是走比较性感的度 相对的它的机能跟舒适 我们就不用讲了 我觉得它只有它正面很好看 可是它背面只有一小缺点 比如说像 呃 你现在穿正面很好看 可是背面只有一小缺点 它已经快要掉出来了 所以这一件的话 我觉得它就是纯美观性 那这一条动物也是会占 有点雷住 舒适 可是这一件呢 我给它明明就是 现在的色调 那我刚刚就是穿了这么多件给大家看 像当然我应该也有给你们看到 比如说像是 呃 机能跟舒适的差别嘛 比如说你们可以看到 它们就是 两个的斜边加高就差很美 侧边的肩带的部分 腹乳的地方 包裂性也就是完全不一样 因为你可以看到说 它这个后面这件就很大 前面这件就造了一点小 美观度的差别 那这么多件呢 讲出来之后呢 其实最主要的问题 还是要跟大家说 呃 我们胸部大的女生呢 如果你穿定衣的话 是会让她们好好保护的胸部 那不要让她要变形 你知道随着年纪的人加的话 你的胸原蛋白也是会一直流失 那其实胸部的弹性度 跟胸原蛋白有非常大密切的相关 所以当你的胸原蛋白一直流失的时候 你的胸部它就会越来越水越来越水 那这时候呢 你如果又没有穿好内衣 或者是选好的内衣 去保护它的时候 它就会像大家讲的 就是像发表 吹一点 一脸 一脸 还要吹 所以我个人呢 觉得穿内衣是一个好的方式 来保护你的胸部 那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边啦 希望大家喜欢这支影片 然后也分享给你们觉得需要的朋友 那我们这边的东西 请订阅一下